早上坏 小可爱 可爱死了 螃蟹好安静 安静地死了 这一幕下坏了刚醒来的屁屁下 赶紧跑 还是岸上比较安全点 人一定要有梦想 有了梦想 你才能是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闹铃异响 你我皆是牛马 就比如河里 他不是在啃树 就是在啃树的路上 而他的梦想 就是啃树修建巢穴与堤坝 都知道河里是出了名的伐木工 他那两颗大牙 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就能啃断一棵大树 我没开玩笑 但是想要修筑大坝 光有树木肯定是不够的 不太傻的河里 还会用河里的河泥填补空缺 当然河里在河里用河泥非常河里吧 有道理 而自己的超学 则是用树枝以及树叶 看似非常勤奋且努力的河里 实则也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女朋友 听说前段时间 河里谈了一个对象 但河里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只够温饱 随后经过对方的权衡利弊 为了不拖累河里 女朋友选择了离开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而是因为对方丈夫不答应 嗯? 索性经过河里几年不断的努力 河里不再是当初贫穷的自己 而是今天贫穷的自己 俗话说得好 只要你肯吃苦 那么你必有吃不完的苦 河里自然也不会列外 经过一天的劳累 河里也是非常爱干净的人 便开始了搓澡时间 让我们一起擦玻璃 擦玻璃 擦擦擦玻璃 踏 玻璃 踏 踏 踏 集美们 现在和我一起 把你的右手举到心前 让我们一起 踏 玻璃 踏 踏